開始製作一個新的客戶 我打算放屋士 我直接放在這裡 然後每次製作便搖 搖的時候 我打個名字 Karen 姓甚麼 C-H-A-N 可以的話 打出生棋 然後出生棋 有沒有 出生棋 1.75 2.25 3.25 好 好 接著你又帶她放手掌印 去那部機 我朋友過來找一些 分手掌印 我帶你去 放在這裡 喂 喂 喂 你等一想吧 不是 等一想 是 Caren你可以進來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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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Caren 過來打一打掌 我看一看這裡 把你的樣子 放在鏡頭前面 可以看著嗎 是 是 旁邊 旁邊的行彎 麻煩 好 剩下一點 好 借手來 放在這個位置 喂 身長一點 OK 好 然後就在PDA上 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然後 然後 放在左 右 邊 這個 反動 好 放鬆 先 好 然後呢 就在 這裡 一樣 放在另一個 好 回到Caren 然後呢 就上回去 Root 那裡 看到Caren 然後 射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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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射 好 好 這個時候 手掌幫我放在這個位置 好 可以了 完成了 好 這樣 進入一些個人資料 就可以了 這個 CREATE User 在 TimeHaver PDA 以及 Frequency 就已經完成了